2018年2月第九届匈牙利全国健康大会召开起见 匈牙利华人陈镇获颁杰出社会贡献奖 以表彰其多年来为匈牙利国民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医药防病治病理念和措施 1989年陈镇来到布达佩斯开启了中医在欧洲的推广之路 1993年他创建了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 拥有欧洲境内唯一符合欧盟标准的天然药物制药厂 并在欧洲17个国家注册了90个专利 陈镇一直为中医药合法化奔走 他坚持开展议诊 在报纸上撰写文章 还邀请专家到中国考察交流 2013年12月 中医药在匈牙利实现合法化 这与陈镇及同仁的努力分不开 请不吝点赞订阅